欢迎大家收看《收听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1年11月24日 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 先讲讲昨天上载了一段视频叫做《法官我》 其实也是讲有关香港一些司法沦落的情况 也有一些朋友给了一些留言 我读一读这些简取了留言 这是昨天的题目 《法官我》 第一个是Michael Chen 他说 陈广池法官多次以个人凭空想象的观点 作出假设性的诬蔑指控辩方 陈法官是否身兼两职即是检控官及法官身份呢 公众对这位法官是否能够做到公平正义的审判 有极大的怀疑 没有陪审团的审判 更由逻辑幼稚的党性法官审判 那不是变了党的人治法庭 另外 文峰就这么说 他说温馨提醒 陈广池法官 全世界没有一个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或者地区 有所谓的指定法官存在 香港指定法官的出现 让全世界都看得到 香港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司法沦丧 如果不撤回港版国安法 并撤销指定法官及特赦所有政治法 不用很久 香港必将沦为大陆二楼城市 现在也是大陆城市 我想温峰就说 再下一楼变成二楼 另外Hoping Lee说 今天中共港共政府掌控的律政部门 已经完全不讲逻辑暴理 只要入到罪 什么指控都说得出 只要是极权的自己人 什么问题都没有 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反对派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都是犯罪 而法庭内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官们 以及那几个国安法指定法官 绝大部分已经变成滑地自圈的杀人高弱 不错他们以为在法庭的小空间里 仍有权有势 但在中共眼里只是借刀杀人 他们只是一群暂时患有利用价值的代载高弱而矣 好了 Joe Chang就这么说 他们奪走了陪审团制度 是否表示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 这些检控全都市不得民心 及不容于民吗 好了 这些就是昨天在节目下面留言的讯息 这个令我想起一个周星辞电影里面的音乐 就是在审死官里面 可以作为今次所谓的读者的回应的一个总结 这也是我昨天起题的时候说法官 其实一直有周星辞这部电影里面的音乐 在我脑海里面 当然了 周星辞说的官网 大家知道以前古代的时候的官 其实是当法官的 冤官就做了这个法官的 所以官就是法官 做了这个功能 好了 过去 香港人很尊重警察 也尊重法官 相信法庭 我们觉得有什么事就法庭解决 香港人很喜欢这么说 法庭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信到最后 法官是会按着法律中立地去判案 但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会开始有审死官这一幕的概叹 官网 这个我相信不仅是老徐一个人的感叹 我相信香港越来越多人 对现在的法官 对现在香港的法官 都有这个审死官之谈 有谁会想到 香港会有一天 是沦为周星辰电影这种的 叫做《九品芝麻官》 《九品芝麻官》 原告变被告 被告变原告的那种荒谬的情况 还有审死官官的概叹 我们没想过香港会有一天 是沦为这样的状况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一些新闻的进展 就有关彭帅 彭帅 最新的进展当然 我也有报过 就是跟奥委会的主席通话 跟国际奥委会的主席通话 但是通话之后 好像BBC的新闻所说的 他说 即使是这样 外界仍然存在忧虑 国际奥委会 国际奥委会 因为可憎的冷漠 遭到质疑 我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应该是在 说胡艳芳与彭帅那次的节目 我当时还没在意 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 我没有时间去搜索他那时候 以为彭帅和奥委会主席通话 显示了一些可能中共的让步 现在看上来 所谓的30分钟的视讯通话 都有机会在中共的安排之下 然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配合 去做一场大龙奉 但是这场大龙奉 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 大家可以看看这宗新闻 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在星期日 11月21日 跟国际奥委会官员进行了视频通话 他声称自己很安全 这是他消失了几个星期后 首次跟外界公开的通话 但是所谓的通话 到目前来说 都是未播放的 只是一张照片 和国际奥委会的声明 这个IOC 即国际奥委会的声明 表示主席马斯巴赫 和彭帅交谈了30分钟 参与今次的视频通话 还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埃马泰斯霍 还有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 就是李宁贵 好了 接着通话完之后 奥委会出了一个声明 说什么呢? 他一切良好 彭帅感谢国际奥委会对他健康的关心 他解释说他安全和良好 现在住在北京的家里 但是希望他的私人在这个时候得到尊重 他现在更想和朋友和家人一起 他仍然会继续从事网球运动 然后 国际奥委会的声明还包括了一张通话的照片 就是这张 彭帅对着镜头微笑 好了 国际奥委会就称 在电话的尾声 主席巴克还邀请彭帅在明年一月 在他抵达北京的时候共进晚餐 彭帅就因然接受了邀请 这么说 好了 彭帅和国际奥委会通话之后 那怎么样? 质疑声仍然四起 大家看看 这里有很多有关交谈之下 外界的一些反应 首先 有观察人士表达 国际奥委会 在今次的谈话中 似乎是没有触及到一些关键问题 也没有公开通话的细节 一会儿老徐也讲一下 有关通话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未解的问题 好了 新苏黎世报对于这个通话 有更多的质疑 先讲柏林每日镜报 这就是那一报道 柏林每日镜报 就说 彭帅指责共产党政治家张高丽 强迫她发生性关系 发表指责之后 这位运动员消失了数周 当一位损害了政客的著名女运动员失踪之后 然后又宣布一切很安好 为了她的私隐 最好不要打扰她 人们怎样能够轻易地相信这一切呢? 巴赫就是奥委会主席 要摩就太天真 要摩就不在乎 两者都让巴赫不配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我自己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忠肯 另外 新苏黎世报的反应是什么呢? 新苏黎世报就说 彭帅的下落仍然存疑 中国的名人失踪案已经有很多起了 当他们数月或数年后重新出现时 他们抹说太多关于他们神秘离开的事情 举了几个例子 包括什么? 比如马云三个月后带着短视频回来了 她看起来很呆板 没有感情 陈秋实 大家都知道陈秋实就是公民记者 18个月没有在YouTube直播上露面后 看上去很潮水 她说有很多事情她不能够说 还有 范冰冰失踪三个月后现身 承认知道羞恥并请求原谅 她这样写 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治 没有群众的爱就没有范冰冰 中国的失踪是有系统和法律依据的 人权组织说 这是国家有组织的绑架 一种属于党组织的私人警察 可以在不管法律 也不需要通知家人的情况之下 将一个人秘密地拘留6个月 现在怎样只6个月 这些人会被带到哪里呢? 各各不一 他们可能在家里 酒店、政府公寓或者监狱中 单独隔音牢房中受到监控 好了 这是新苏黎世报 非常有力地概括 一种叫做 中国正常的状态 就是人可以无端端失踪 这次彭帅不是失踪了很久 张高丽失踪了很久 彭帅失踪了几个星期 我们再来看看 国际体坛是如何反映 对于今次巴克和彭帅的会面 其实也是 刚才说了 看看刚才的新闻 BBC的新闻 国际体坛 其实国际体坛 也可以说是不收货 全球运动会组织 这么说 他说 这个IOC公告 假装彭帅 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也没有失踪了两周多 他们的声明 使得国际奥委会成为 中国当局恶意宣传 和缺乏对基本人权和正义关注的同谋 就是说 反而今次IOC主席和彭帅的见面 反而令人觉得你在这里好像在做帮凶 另外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大家都知道WTA 是一个在彭帅事件当中最感言的组织 WTA在一份新的声明中表示 在奥委会主席做完30分钟视像通话之后 WTA再发一个声明 他说 这个最新视频 并未缓解或者解决WTA对彭帅的健康 以及在没有审查或者脅迫情况之下 进行沟通的能力的担忧 好了 还有 这个声明当中 WTA又说 这段视频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呼吁 我们呼吁对他的性侵指控 是没有审查的情况之下 要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这是引发我们最初担忧的问题 直指 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关这个指控 到底是真还是假 你都没有展开调查 那么 另外 还有这个 中国体育内幕网 叫做 China Sports Insider 就是创办人 马克德雷尔 在推特里他这么写 他说 这是彭帅的最新消息 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关于他有多少自由问题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一名中国官员陪同通话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有奥委会的中国代表要陪同之下 是否要监察着彭帅的发言呢? 我们说真的 这些质疑声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常理 一般人如果按他的常理 都已经觉得 你怎么可能接受奥委会主席和彭帅的视讯通话 30分钟可以收货呢? 但是偏偏 中共又会做一些傻子事 整天都会做傻子事 好了 为什么 现在问题在这里 我说 第一 为什么不将整个30分钟的视像通话内容全部播放出来呢? 这又是一个我们最符合常理的第一问题 你既然已经有这样的通话 还30分钟 那你不如将整个内容播放出来 是吗? Kennie进来了 Hello Kennie 你好 但是我刚才说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不播放出来呢? 我就想到两个可能性 第一 可能就是使得 如果你播放出来的话 就会使得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 显得太过窩囊废了 英文的问题你不问 比如刚才说 你应该问他 你有微博所说的东西是否熟实 是否真的 你过去那几个星期为什么失踪 为什么不见你 为什么你不回复WTA主席 他说找不到你 但是如果一般来说 你见到彭帅 这些是你一定会问的问题 是吧? 但是如果你播放了这30分钟出来的时候 你发觉 原来巴克 是完全没有问这些问题的 那就显得他很窩囊废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播放了30分钟的视频通话出来的时候 在彭帅这30分钟 我当他真的有30分钟 可能没有的 可能连这个视频通话也没有的 我当有 如果你播放出来的时候 这30分钟 究竟彭帅可不可以表现出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真的能够具说服力 告诉你他现在很安全呢? 或者在视像里面 你看到彭帅展转反侧 基本上坐在这里坐在那里非常不自然 甚至会不会有机会呢? 这30分钟里面 彭帅的作答里面 有很多来自官方的指示呢? 当巴克问问题的时候 接着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第三 根本留意30分钟的视像通话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这样 根本没有的 而那张照片是做出来的 就是刚才你看到跟巴克的视像 巴克看到他的背景 其实是做出来的一张照片 而巴克就配合了 会不会这样 也可能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 你怎么解释到 为什么既然有了30分钟通话 而 这个通话 是要用这样的声明方式 一张照片加一些声明 由国际委会代北 代彭帅讲 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问了第一个 common sense 的问题 第二个 common sense 的问题就是 WTA主席 Steve Simon 找了你很多次 彭帅 你跟国际奥委会主席通话 为什么你不跟WTA主席通话 这也是很难以理解的 别人说 我透过很多渠道找你 如果你彭帅真的是在自由的状态 安全的状态 你又不是不认识的 Steve Simon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老后忌 我当不是老后忌也好 一个礼貌的回应也要 你现在既然可以跟巴克这样通话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跟Steve Simon通话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不回复别人呢 好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因为WTA是现在给予中共最大压力的机构 这个就是原因了 好了 那仍然未解决的其他问题 包括什么呢 包括第一 彭帅在11月2日 透过自己的新浪微博账号 公布自己 和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张高丽有不倫关系 甚至隐含着性侵的指控 好了 彭帅铁文20分钟被中国全网删除 这个铁文究竟是否由他自己亲自所写的内容 内容是否属实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巴克似乎没有问 第二个未解决的问题 如果内容不是属实 当不是属实 前国家领导人张高丽 为什么不出来为自己辩护澄清呢 甚至用法律的手段去恢复自己的名语呢 这是否又是一个常理的问题 如果属实 如果不属实 现在我当如果不属实 张高丽是否应该出来说 喂 没有这种事 为什么你这么说 第三 如果彭帅所言逐实 为什么没有调查 官方没有调查 甚至是拘捕张高丽的消息 到现在都没有呢 中国现在是不是在表现一件事 叫做刑不上常委呢 以前我们叫做刑不上大夫 现在中共是不是要表现一件事 叫做刑不上常委呢 调查 这件事 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叫做 这么大的国际舆论了 照计 如果你真的正在调查 你也会跟外面公布 有关这方面 我们调查当中 什么消息都没有 最后 究竟现在彭帅 他有没有曾经怀孕 或者现在有没有怀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他的微博贴文里 是隐含着一个这样的信息 巴克你又没有问 你是不是现在怀有孩子 有没有被逼堕胎 诸如此類 好了 这件事是反映出什么呢 中共过去一直很proud 那种叫做中国模式 是不是? 过去一直说中国模式 勁秋 比你们的什么 华盛顿模式 美国模式 但其实你从这件事 你已经扮演出 中共模式 或者叫做中国模式 其实是中共模式 其实很多时候 要扮演出这件事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或者应该这么说 正确的说 是很迂回的 就像彭帅这件事 为什么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叫做一切要按住主子的意思 施意 应该说施意 不是施意 是施心的施 一切要按住中国的现在领导人的施意去办事 而主子的施意 是变幻无常 一时一样的 没有规律可言 不是像法律那样 有规律的 主子的施心施意 是没有规律的 可以是今天是这样 明天也会有变化 所以呢 这个就构成了 因为中国模式之下 一些事要办理上来 是很困难的 不可以按张办事 在先进文明的国家 一切就叫做按法律办事 若果这件事发生在外国 就会有以下这几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 有证据的话 彭帅很简单 撞告张高丽 你性侵我 不用写什么微博 用社交媒体 有证据的话 就在法庭见 大家私底下谈不够的话 第二 如果没有证据 彭帅 即使张高丽有做什么事 但是他没有证据 张高丽甚至可以出来否认 或者甚至告彭帅诽谤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如何 两个人失踪 张高丽甚至现在失踪得比彭帅更久 问题是还有一件事 你发觉今天说彭帅总是种种的问题 我已经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好了 我再提出问题 今天做了问题老年 问题是 你会发觉很奇怪 中共本来是有更加聪明一点的处理方式 聪明一点而已 不是正确 即使在暴政的情况下 聪明一点 第一 可以强迫彭帅 承认这个 控告张高丽这件事是假的 是他聂造的 但是 可能彭帅不肯 可能把刀架在彭帅的父母 兄弟姐妹 他也不肯 可能是这样 好 如果是这样 你不肯这么做 第二条招 强迫彭帅承认 他自己的新浪微博的账号 曾经被客客入侵 这篇文不是他写的 全部内容都是不熟实的 可以吗? 可以吗? 照计 你看到现在彭帅既然肯 常常跟巴克说 没事 我没事 在某程度上他已经跪下了 跪下怎么不跪 中共怎么不叫他跪多些 直接一旦就否认这件事 好了 第三 如果这样彭帅也不肯的话 就推出张高丽 要去找数 事情就平息 但是老实说 这些就是我们叫常人 我帮你想起来的意思 帮你想起来 这些不是正确方法 我想说 但是为什么中共也不敢做呢? 就是这样 所以 中共里面的系统的复杂 不是我们常人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是密封 因为他是凭着 刚刚所说的主子的思义 他自己思心思义办事 就不是我们一般常人可以凭推理推测 推到出来的 或者另一件事叫做什么呢? 叫做路径依赖 赵博经常用这个理论 路径依赖是什么? 其中一件事可能规范了中共的回应 现在复杂世界的一些回应方法 路径依赖是什么? 中共过去都恶了 恶了就是说 你叫我做我就做 你叫我说我就说 我是偏偏用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什么? 我以前都大了 以前不复杂 为什么以前不复杂? 以前世界怕买你怕 中国大陆很大的市场 很多国家对你的恶行 眼开眼闭 但是现在不复杂 你以前这种回应 可能一些人就收货了 找巴克出来和你做一场台戏 就收货了 但是现在不复杂 为什么不复杂? 事势变了 现在美帝站了出来 就说 看看你站在哪里 我现在要跟你正面竞争 宣布了跟你正面竞争 什么叫正面竞争? 我不会再忍你 于是 欧盟、日本、全世界那些先进文明的国家 那当然站在先进文明那边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解释得到 现在形势不同 中共的回应 如果你按照以前的方式 你以为全世界都侯着你所谓的庞大的市场 然后会向你跪下 对不起 已经不是这样的形势了 好了 所以你看到 这也是一个新闻 你看到 国际社会对于中共侵犯人权的忍受程度越来越低 这宗新闻 联合国欧盟继续要求中国立即释放公民记者张展 好了 欧盟在11月23日再次呼吁 中国立即释放并且治疗 因为拍摄武汉疫情而被判刑和监禁的中国公民记者和人权为斗士张展 其实在欧盟和联合国的要求之前 这个叫做游联合国任命独立人权专家 在22日有一次敦促中国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立即释放张展 张展是什么呢? 刚才说她是一个公民记者 但其实她自己本身是一名律师 现在38岁 她就因为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执照 在2019年底她在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病毒之后 张展在2020年2月以公民记者身份进入了武汉 进行实地报道 好了 她通过YouTube、微信和Twitter 向外界发出了大量有关武汉疫情的视讯报道 报道了武汉街头和医院的情况以及感染病毒者的家人 受到的骚扰等等各种问题 现在这个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分享 亦成为当时反映武汉疫情的主要独立信息来源之一 好了 在2020年12月上海浦东法院以尋印之事罪 判处张展14年徒刑 使得她成为中国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第一宗 其他几位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 大家记得了 其中一个比较多人可能留意到的就是陈秋实 很多都是被消失 或者是被长期管控 而无法和外界接触 好了 自从去年5月以来 张展持续以绝食去抗议 达到已经是一年半了 而育方监督逼她用秘管灌食 张展是1米77那么高的 其实是非常高的 1米77是很高的 我也是1米8 她现在的体重是如何呢? 已经跌到40公斤 40公斤就是大约100磅不到 好了 她的健康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所以张展的家人近期很担忧 她会有生命的危险 就是希望中共当局能够核准 让她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过去整天都有了 中共整天都有安排 现在张展的家人也希望可以用这样安排 而医生也已经警告 负责张展这个案件的医生也警告 张展情况如果持续恶化 有可能会死亡 而近日张展的妈妈探张展回来后就说 张展现在的情况非常恶劣 好了 于是有这样的报道之后 各个机构就开始发声了 为张展发声 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1月3日 就发出紧急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目前生命堪忧的张展 并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 要用实际的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 如果张展继续被监禁 他将面临死亡 之后 人权观察也在11月4日发表声明 要求立即允许张展 获得适当医疗照顾和家属会见 要求中国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 人权观察更敦促 各国政府应该呼吁立即释放张展 以免令人优惧的情况最终酿成悲剧 所以你看到 其实不止这两个 我只是说两个 过去应该有50多个非政府组织 都是向中共发出同样的信息 好了 终于了 美国也出声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内德·普莱斯 在11月8日举行的记者会上 对张展的处境表示深切关注 好了 但是呢 中共的反应是如何呢? 当联合国发出了声明之后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表示 对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办事处 关注关于张展的不负责任和创误的评论 表示愤慨 看上来也不会倒下 所以真的很担心一件事 会不会导致悲剧真的发生呢? 这可能性也是不能低估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到中共 特别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 你看到那种不退让 凡事都不退让的姿态 基本上是一种 让中共永远都是选择一种对自己最不利的方式去回应 我们普通人都觉得 张展这些公民记者 你就放他一马 现在搞到全世界都已经为张展发声 你想想如果张展真的死于欲中的时候 到时这些所谓制裁的呼声 又会高唱入云 中共可能会觉得 你敢制裁我? 这是他过去一直都想象全世界都不敢对他实施一些经济制裁 因为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市场 刚才我也说了 整天中共都放在脑子里面 它是有严重的认知障碍的 对外面的世界现在人们怎么看 或者美帝的盘算是如何 它仍然是挂着在心里面 不是的 不是真的 假的 好了 所以中共永远是选择一种对自己最不利的方式去作回应 但是 世界却越来越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 这个你们看到 但是中共看不到 但是我们正常人就会看到 比如好像举例 在香港的事务当中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 都站在香港那边 最近 有一个电影叫做《香港本色》 就是追踪梁英奇和黄台仰的一部电影 他就获得韩国自由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这部电影 好了 韩国自由国际电影节 11月22日开幕 即是两天前开幕 超过300部来自50个国家 或者地区 是关于自由和人权的电影参与竞赛的 当中 电影《香港本色》 就获得韩国自由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摄影奖 《香港本色》 就不是由香港人拍的 这部电影 就由专门研究香港本土主义的 一个德国政治学家 叫做马宝康 他的名字 我就说不出来了 不如让大家看看他的名字 这里 这个 这个 这个名字 好了 就由他执导的 并拍摄什么呢? 拍摄梁天琦和黄台仰等人的自述和经历 走访了来自不同光谱的政界人士 由中港矛盾讲到占中 由旺角冲突就讲到立法会选举 电影只在疏离香港本土意识的来龙 去猫 这个电影早前曾在香港独立电影节 2020放映 电影采用了2016年旺角骚乱到2019年 反送中运动的片段 包括了831太子站警察向市民挥棍 《鲸鸯》的画面 《鲸鸯》的画面》 片中也有黄台仰 去到德国寻求政治庇护之后的访问 这个电影团队在昨天11月24日 昨天11月23日 在Facebook交代得奖消息 恭喜摄影团队之余 也感恩自由国际电影节对香港持续关注 南韩与香港的团结让大家看到已经久违了的希望 讲开电影又要讲讲另一个消息 现在在台湾的朋友很可能已经有机会看到《时代革命》这部电影 由周冠威执道讲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 早前入围了第5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入围而已 现在还未宣布哪一部片得奖 11月22日在台北金马影展首映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说 首映期间这个影院不时有观众绝一 片尾播出后现场即响起光时的口号 首映后《时代革命》也随即压过了台湾电影《美国旅行》 登上了金马影展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 所以《时代革命》现在在台湾的放映 是很大机会 有机会 拿到最佳纪录片的奖 如果拿到的话 不仅是一件喜事 而是一个记录 我们觉得这些记录是越多越好的 另外同样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 有份角逐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剪接的香港电影《少年》 《少年》这部电影 现时也排了在观众票选第九位 希望这两部电影都可以在金马奖拿到奖行 而今年的台湾金马奖颁奖 典礼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呢? 就在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晚上举行 希望 看看我有什么渠道可以看到这个金马奖 今天跟大家报道的信息 希望给大家一些 希望大家 虽然形势 香港形势似乎是越来越恶劣的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讲回昨天的节目 讲香港的法庭 香港的法官 是如何淪落到我们要用周星馳的一句话 观望 来与谈 但是同时之间 你也看到 从彭帅这件事件 你看到 国际社会已经对于中共的 一些 违反人权的事 的忍耐力越来越低了 也不会因为 中共经常觉得自己市场的庞大 而是会回落 而就算你看到这些电影奖 诸如此类 随时都可能会颁给一些 涉及到香港抗争的主题的电影 香港这些电影就上不了 但是 目前目前所谓的地球村 香港上不了 但是在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 也是让我们知道 在抗争的路上 会有一些周折 但是不要因此放弃希望 当然了 老徐过去一直强调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用所谓的乐观与悲观 去决定我怎么做 我们只是行所当行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其实所谓的悲观乐观 都是这么做的 做应该做的事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